现在AR我觉得打法特别固定 比微博gaming还固定 微博那个三板斧 他还有两板斧 他这个阵容大家都清楚 就每个点好像选择都是 就在两三首英雄里面选择一个最好的 剩下的 反正就玩自己好的 因为快结束了 也没问题我觉得 毕竟现在确实排名也比较靠后吧 我觉得玩一些自己擅长的成功 肯定更有把握 那比赛可以跌好看一点 确实 但这场如果说拖到后期 还是打逼的成功更扎实 是吧 后期扎实一点 打逼这边感觉看剧模一个人前面节奏 悲伤好难做事啊感觉 这把帮谁呢 只能下路有点机会吧 周爷爷不好帮啊 男枪能推一下 然后发条 其实打了好前面几天可以玩一下 等胡迪等级高的没那么好推 新的这个厄非流斯 在上上个BO3是打出过非常漂亮这种操作的啊 哦在下路那边 对下路阁墙闪见过去 银燕Q 那波很秀 而AL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到第二场比赛 来了进入到招人士峡谷 这把比赛对于悲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 巨模打赵信 算英雄的康特 但是在每条线上的情况来讲 悲伤能帮的人不多 对吧 依然是窗亚霞 两边都是带了进化 两个ADC 看他悲伤这把打算哪里开 我觉得 还是上半去开吧 去上面 其实有机会抓一下这个男枪 他肯定要推行 就是说你说从下半去开 然后 对 但这把好像要蓝开了 然后收走蓝 但是这个位置男枪进去了 格温盯着他的 人盯人 人盯人 哎 你过来就捡你 苏德张 这里还是要看 那反正都被看到了 我就看一下 看到你 应该是看到了 看到了 对 看到那个蓝马不动了 反正都被看 他这时候没有选择 捡一下 嗯 苏德张这边还没有学技能 留个 你捡我就学个E 不捡就学Q 可以捡 也挺舒服的反正 哎呦 直接漏两刀 下路 我想一直找机会啊 想把这个线权抢过来 因为确实万豪到二这波太强势了 把侠在一级就一个Q 对 没什么用 哎 而且竞潮要被这个 经常打一套了 哦 打不一用 打不一用 可打压是否可以抢 可以A小B 开始压了 来了来了 给压力了 哎 这个时候万豪W还差几秒推机 确实没有线权啊 嗯 嗯 咱赵姓刷完一遍也去直接捅中路嘛 哦 三级带蓝buff的赵姓也要来吗 看这波西 漏不漏破绽 在这个位置其实挺难的 这个位置有点不太好啊 又绕了一圈 还是想弄西 下路又换了一波血量 打路道 这不敢捅了吧 轻道 哎 这轻出来给捅一下 就打个闪 然后回红 呃 这个闪现还是有点想保血量的意思啊 对不然这波就要交TP了 对 你腹脚闪球这个血量会打的比较低 主要是没有扭掉 像下路这波两波陷进塔 不会有想法要越吧 我看着这个信号 有想法 但 球球有空间操作 没那么好越啊 对 球球会加两个的 好 这个吧 好 三级 三级打两级 对 白鸡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视野一放 但是被巨魔瞬间排掉 三个三级的英雄打一个 打两个两级的 球球这边想操作 感觉不太好动了 打拳就是绝对不行啊 是的 有一个风拳 打开飞舍力太强了 确实不好越啊 有个万豪 你这个有风险 你击打否则也就算了 这万豪相当于两管血 是吧 硬来就是女毯进去一闪一下 这个霞 然后对面进化解开 就看着后续操作 而且霞还有倒沟 对吧 太难了 血量没有压到特别多 我感觉再压 15%那样 应该就冲了 一半血可能就上了 一半血就上了 当时有个可能三分之二血 是的 这把前面也说了 悲伤不是那么好做事的 那这波刷完F6 谢谢这波回家 直接一个眼泪 眼泪 刷起来 这把 反正中路线站住就可以了 对 这波下路 al是逃过一截之后 看一下后面小号的一个动作吧 因为现在情况是 西叶之条线还是有机会的 没有闪现 没有TP的一个发条 那就狐狸进六的时候 对 还是有机会抓一波 或者下波狐狸来个一闪 一闪轻到可能就死了 对吧 小号主要是前面做的波试 用的刷野时间来打了这个闪现 后续看能不能出效果吧 对 现在就是西叶两边的视野 要给足 这段时间西叶自己也会非常的小心 空在塔前 正常你先推 对 被打了个伞 没法上去A人了 Betty这波回家也是孤岛的女神类 这波刚好是卡了一波时间来核道做事也更不住 嗯 他没有选择把这个阵影放下来 哎 照了一下照到万豪的位置了 再等悲伤出来 嗯 想来波套餐的话 西叶这个兵线其实卡得挺死的 没什么机会啊 只要西叶不出去就行 对 因为现在悲伤不在下野区 而且下野区没有野嘛 你这波进野区 嗯 没什么意义 也真的没什么意义 浪费时间 嗯 而这边Biu Biu的话是把篮里打空了 这波进野 稍微浪费了点 但把对面野区点亮了 那朱德章也是回家 两边的上单都是第一波回家 身上都有踢的 下楼球又想找机会 拉到了 这边直接交进化 闪又来又运水 一个打着红圈 113的真实伤害 哇 哎呦 这边二匪游斯吃了太多伤害 而且吃了个倒钩啊 对 他主要倒钩先手拉到了 而且球又这个闪现 刚才可能有个 国际上的bug 对 有个显示 应该是拉到了 拉到了 拉到了 招的闪现的 招的计划 那第一时间没有选择 招闪现 对 感觉还是 有点没有 低估那个伤害了 对 没有感觉到 al的一个杀心啊 主要还是个倒钩拉到了 对 一拉到球就觉得有机会了 上来现杀了 硬顶 来看一下 看这波的一个回放 这波主要 自己 往前走了一波 是的 还在队A 是A不过的 倒钩拉到 然后这边正好夹到两个人 这太伤了 风拳也先打出了真实伤害 非常完美的一波操作 al的下落 你看他们这套 女士不爽 是吧 女士不爽 把把这个 Betty跟球球 就是一个万豪 配一个 这种ADC 随便谁 反正万豪 就打一波 对 你还真不好防 说实话 即便你有的时候带进化 那只要一个反应不及 还是会死 主要刚才还是回头 不A他那一下 直接走 那走位走到前面 Q的羽毛流的位置了 那个羽毛的位置还极限 挺极限 互换一个蓝BUFF 是 两边互换蓝区 主要下落这时候 最近没打过这波 现在有人头去求求的 没有给到Betty 对 那现在悲伤 是正好带队 空一下楼 也知道赵新的位置了 其实对W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吧 我换到人了 最选巨魔 要的就是效果 然后中路又没 遭中 也没亏 对吧 西野的闪现 也快赚好了 就这样一个开局 我觉得是 范围之内吧 前面也说了 W这个阵容前期 不太好做事 稳住 后期很好飞的 短了一点 被拉开了 最后的破点蛇了 南枪后面出效果 没那么好 是 最后的波纹了 现在出一个破点 又是双AP 后面可能还有一些 执迷不误的要出 但效果就没这个版本好 减一半 因为我还现在很多男商 都直接 看着裸心石了 是裸心石 对 对 很脆的 这边还有一个进化 有进化 有大招的 但是打了多血量还可以 对 而且卡了这波6的 消耗一波血量可以了 没有打一波 直接给大 对 打伤害 对 大招比大招 这样你亏一点 我巨魔靠得过来呀 压力给你满满的 真也是看到了巨魔的位置 Betty这波没大招没闪现 自己还是非常小心的 但是狐狸这个时候 FORG过来了 对 赶来救驾了 他也知道你巨魔在那边 球球的等级比较低 5级 得升个6 狐狸前面被卡了一下 还有大招 这两招出来了 大招 是 拉开 没办法 这个位置被拉到 还是挺危险的 对 然后赵信在打先锋吧 保持点血量吧 先锋已经拿下了 看赵信这个先锋怎么放 一直在下路给压力啊 哦 赵信那把思路还挺明确的 反正我下路毕竟是个女坦 唯一能帮的一条线 摁帮 然后这波刚好是白刀 嗯 换一下杜城 确实吃了两层杜城 能接受吧 只要等会那个先锋放的不好的话 朱德章 硬反这个蛤蟆 不太好反 但出个近时没伤害 是 我来反而给标标接盘了 直接打工 这把反正al 是有压力的 打到这边就是拖 而且这个局面 我觉得下路拿了这么多镀层 然后有一条小龙打底 已经ok了 ok 接下来不用着急 先手 把这个龙吃下来 W 然后再把这个先锋守住 对 因为这个局面 其实相较于al以往 就他们迎比赛的节奏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小优势是不够的 对 他们一般迎比赛 都是前期要打出大优的 特别是中野 中野一定要飞 那这波已经蹲住了 都在槽里 W 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这个小苗 先对着可打压一套 球球拉两个 但是小浩这个位置 直接大张扫一下 BOSE赶过来 但是BOSE是没有大的 不过挑飞了一下 这里面打一个悲伤 悲伤还是死掉了 即便吸完大招 招了闪现 但还是要死 这个小浩站在那里有点强 这波蹲得有点好 对 即便可能摸草头 那个人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是一个女坦了 是的 但是最后还是被al打了一个 先手的机会吧 谢谢现在没有什么战斗力 而且这波没拦 确实没拦 虽然狐狸也没大吧 但这个时候 毕竟AR有个先手的机会 一摸你塔 利用这个破剑者 就是南乡 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比较赖的一个地方 感觉 有想法 抗性太高了 主要是 感觉点捡不动 捡不动啊 就是捡不动 你这样躲了破剑者的 直接现在还没有成装 反正把线力推 一用掉了 开起跑 主要第一弱大 急了 急了这个 这打不动的呀 这怎么打 脑痒痒啊 真的狼狼 你一个护甲鞋 抱着这边有大招的 先锋带过来 而且你这波没有机跑 没有大招的 有没有这波很危险 很危险 狐狸开始断线 你这波拒摸过来 在这边的话 抱着是有大 杀是杀不掉的 大招直接拉开 这波还要反打的 看这个疫情的怎么说 打不着挡了一下 抱着 还有两秒 这个 直接接两个 正好被拉开了 两个人都没有听到 这人那是巧了 谢谢这波要卡强一个QR 看能不能留住男枪 男枪没有闪见了 朱德章应该是必被拉到的 朱德章是死定了 那张的话 是杀了一个男枪邪恨啊 这波是急了 正面把人赶走 回去吃一个伊塔就有了 下落还在转 其实Forge这一波后面的追 没必要 确实没必要 因为自己没必要 追太久了 我觉得 他可能感觉 自己还有点伤害 打得挺痛的 追太久 原来那些都支援过来了 中单都来了 对 这波不上头的话 就算这个上一塔不推 下落是雪赚 那这波 标标很爽啊 很爽 对吧 收了个头不收 捡了个塔皮 本来是打不过的 这波是没有打 男枪一个人 其实还是 跟着赵姓 你两个人就能推了 是 现在VV的装备 也是快补到了 又补了一个爆裂魔杖 Forge这个局面 就挺尴尬的了 现在并没有 跟打野 形成一些好的机会吧 看这个小龙 有没有机会 直接开动 拿下来 因为 先出来 对 而且是吧 悲伤选择出了一个冰选 是 直接搞肉了 这把全场比赛 唯一工具人 这把当工具人 也没啥问题 是吧 队友都是后期 但这把不太好 吸就是了 这个大招 只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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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了 是吧 赵姓跟万豪 你进来也会被秒的 但上次只有一层 这波还没把神话酸 做出来 其实 硬打男枪 一打一是不好杀的 你说上波不追 这个塔早就有了 哎呦 但是这个塔前不让你吃 急 这个塔急啊 哎呀 祝德张好气啊 现在他就 没经济优势了 现在四十七十年八 你待会 比喻比喻这个神话装 做出来 他的持续战斗力 就更强了呀 对 那现在 W这个局面 还是很不错的 两边小龙也是 一人一条 这把是一个电萌 我这样发育下去 万豪感打团 其实就一般了 真一般 是 现在在等 W就等一个格温 把神话装出完 就能推的 这里 W只要等他 这个双AP 对吧 一个是女神类叠起来 一个是格温的 成装做出来 就慢慢的 能跟AL去打团了 下路因为中野的压力 一直在撑这个塔 下路塔也还点掉了 其实这波感觉 中度太在意那个眼了 巨模往下靠了 这个塔就拿下了 嗯 觉得下路两个人 能自己推掉吧 第二条先锋也要刷了 而且AL感觉 没有先锋的话 真不好推塔 是不太好起节奏了 现在发条一个人手中 你推不了的呀 这把W反正就是不急 选出发条就已经懂了 对 就每条线 我都稳着刷就行了 刷着刷着 这个阵容就赢了 后期就是好打 这个霞加狐狸 可能有点软 有点软 对吧 而且容易挂 而且一个男枪也是手短的呀 对 后期也很容易被拉扯 主要现在男枪感觉想在后期 真的一打几那种 像去年那种世界赛版本 就很难了 对吧 学书太多了 基本不太多 现在在对线打得很好 而且出装上面有改变嘛 以前都是直接 银血剑 对 就是雪魔三件号 对 现在都是要垫一个这个破剑者的 但是这个装备 对于打团单的这个加持是很有限的 所以 对AR这个阵容其实后期的兜底能力是不足的 现在还有个隔温 隔温发育起来 他现在发育倒是在的 也很稳啊 对 对吧 对吧 100那个数据 反正拖呗 现在AL压力很大 第一波进攻没打好 是这样 是 就等着等人了 待会感觉 打币还是要把这个小龙碰下来 这个阵容 其实能接现在 嗯 已经能打了 这边西野的卢登也有了 比喵比喵的低剑 水龙化状也有了 当然现在打团起来 可能AR的操作空间会更大一些 要打新手 哎 然后现在可能狭山还没那么高 因为摩天没出来 这边就一个新石 就持续输出是没有的 是 现在南枪打发能力是不太够的 现在南枪其实算是半个前排 现在制造伤害能力比较有限 爆了一下 小龙逮住一个狐狸 开始绕后 散过来包 很有机会 挺危险的 这波要看下可达鸭的 先有个球一块一下 可达鸭 FORCE里面还是很稳的 R加闪失也溜 中塔是有一条先锋的 露出破绽了 这波破绽了 这波三个人去抓 还能再顶一下 还能顶一下二塔 哎呀 侠俊选择转上了吗 这波有一个转线的小失误 又再回来靠一下 他们有点怕达鸭的野斧包过来 对 再往野区挤 把自己一排 其实上路这个你要推也不好推的呀 也不好推了 看这波也可以了 对吧 把中塔拿掉了 对 但这波推完中一塔 亏的是一条小龙 小龙又被达鸭拿下 挤不过去了 现在两边这个转线运营都有一点少瑕疵 主要这波转上路 现在也没懂 是的 直接回中就可以了 起码这条小龙还能看一下 这把达这个情况越来越好了呀 对吧 开大枪 可是超强那个蛤蜊 都挺舍得的 反复打架 蓝拔会也是被抢过来 哎呀很想开啊 我刚才球球突然也想开 过几这个位置还可以的 刚才被柱子砍了 球球过不来 听到了鸭 鸭很危险 一个耳拉一下 但是闪音叫不出来了 鸭直接被秒掉 倒过也拉到了这边女毯 哇 只能说还好没20分钟啊 没有资源刷新 这波挺伤的些事 挺伤的 主要过几的位置太好了 三个人肯定要中一个 但中了一个发条 中了一个最不该中的 对 是吧 其他人中 反正还有点机会 中复女毯就直接卖了 直接卖 那这一波的话 是死了两兄弟 要 打回来一点 然后还可以推下 推一个下来 这边确实 打B小瘫了一下 都拿了一个蓝buff 是 但整体节奏是 还是跟着打B这个想法走 对 还是不致命 其实这波 一百很快了 一个蓝视频看到 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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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悲伤直接 这波 悲伤的问题 悲伤要挡 说说工具巨模 要挡一下 只能说悲伤反应比较快 对吧 直接溜了 蝎作为一匹老将 但蝎会觉得打野要帮我挡一下 对 想着说小兄弟帮我挡一下 结果没想到小兄弟卖的很快 但影响不大吧 影响不会很大 反正什么闪现 下一波还能操作 太超 罗飞 刘斯的银血已经有了呀 想着下一波应该也是能做出了抹切 抹切 下一波关键团 关键团 两边都关键 打逼这个野斧是完全没弹队力的 是 变独 变独 顶一下中路 这波的话狐狸跟男枪是不在的 比喻比喻也没有选择推的 先靠过来呀 我们之间也虽然放了一圈 想推的话应该少点过来的 还是要给压力的 然后把条这个球卡在这里难受呀 直接大招逻退 反正我也没想杀你 反正就逻退 而且反正还有两分半的小龙 等小龙刷了大招也好了 现在感觉两边都是在 把这个节奏往下缓 还在等龙 嗯 这已经不知道南枪是第几个蛤蟆 南枪要想肥 对面野区这个野怪 不能少的对吧 要清空一下 自己家野要吸一下 吸一下吸一下 这血要吸点 但现在确实 看下波团了 下波团 哎呀还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下波团再输掉 或者说没有打出特别好的效果的话 这把比赛可能就真的难了 然后下一波 嗯 哎呀真的得打先手 得打先手的 确实 要么万豪 要么火力 得开一波 但下波团的话 达比这边3c也都是有两件成装了 看抱着吧 抱着能不能轻到一个关键的人 我侠这个装备确实可以啊 两件半带个小穿甲 对伤害是绝对够的 伤害真的够的 这波al伤害是够的 就看狐狸的轻了 而且下一波这格温两件套 后面回家能补一个表 开几视野 背上还有一个柱子 有机会卡一下吗 没卡住 没卡好 这不卡好了 能卡在外面 对卡死的话 感觉叫闪的 这个位置 这里al 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狐狸 如果能轻到关键的英雄 有机会啊 哇 但是一个QW伤害也很高了 大天使出来呀 格温哈在上路再推一波 毕竟还有40秒小龙才刷 确实这波如果挤不好的话 让格温推个上个塔也行 确实 毕竟对于W来说 已经有两条小龙了 这边挤不过去了 好像挤过去挤过去 那只能可打压来了呀 挤过去 这个小龙子要让了 而且过去是一直在卡视野的 等下要让了 这个位置过不去了 还简单 南枪也靠得过去啊 对 这波AR的选择没问题 南枪过来顶上线 但是格温在往中路游到 正面是有想法的 先看南枪回去 格温先靠过来 请到了球球这里 大招大招 打两个 球球直接被秒了 西里雷挺危险的 找那个闪线拉开 没有死掉 肺祸空了 但是比哥这边 有个W可以在前面抵很久 哎呀 但是二段 没有剪到 三段都空掉了 有必哦 剪得比较随意 但直接靠大王 AD是有银血剑的 你去吃小龙子 直接靠大龙 血已经回得差不多了 打龙速度是不不慢的 Forge这波也没大 看下半条 感觉鲜热龙是有机会拿下来的 要鲜热 没吃到这个魅惑 现在都没什么大招 没机会拼射 阻断了一下小浩 丢丢上来 把小浩捡走 配合打野 是拿到了这条大龙 这波觉得很好 这波打队好聪明啊 主要L都没想到 这波甚至南枪都去推中二塔了 主要他觉得 那个FL是残血 但是还有银血 他吸那个蛤蟆 已经快吸满了 对那个核蟹A了两下就回来了 核蟹对对 这波打完A好亏啊 死了一个人不说大龙还莫名其妙丢了 正面确实也有点不好猜啊 球球 哎这个只能 来个柱子可以卡住 狂风向前 准明一定女产鞋大 然后吸了一口直接秒杀 是 这波他都不知道这怎么 就丢下路这波这个大有点超低的 哈哈就走过来 捡的比较随意后面两段随意了 但现在两剑半的格 现在无所谓了呀 达对现在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 虽然经济是一样的 但这个阵容配合大龙buff 带来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 现在狐狸伤害不高的呀 不行了 这狐狸现在 这个局面这副作用就没有发条有用了呀 而且出了法船现在清兵也卖 是啊 南枪倒是挺肥的 又搞了个繁星提醒 南枪是还可以 南枪推了塔 然后中二塔又他自己毒吃 对 但还得把打团不好发挥主要是 这个大龙buff他很头疼 是 达对至少这个大龙得推两个外塔吧 达对现在是一个131的分队很贪 真的贪 对吧 我觉得直接4-1肯定能推一下的 他现在还想三路急投并进 就所有东西都要 对 那你就是把节奏往后拉 但有可能啥都要不了 现在还有一分钟的大龙 下路一打一肯定不好突破 是 然后中路又是对面4个打野3个人 然后中线转上 但是西野没有推线呀 现在有点僵住了呀 就选择一个二塔 一波凹进去算了 刚才其实是可以推上 还是可以上路 对 但是西野没有推上 这波 哎呀是想打的 球球要动吗 可待一个秒秒 没过很久 球球有闪现 抱了一下 球球自己一个空拳 没死 隔温下来 球球还是没有办法交出这个闪现 被巨魔吸死 比如说这里有危险 有个秒秒 看什么时候交 捡了一下 哎 你知道有秒秒吗 有秒秒 但是没交 我记得有秒秒的 有秒秒 他可能觉得什么交了也要死啊 这个位置太危险了呀 他其实应该往后拉一下 对吧 然后直接回家变成金身 直接合金身了 那也行 推了一个上路二塔 然后打 呃 上单跟辅助的一个互换 这边可来也是绕后了 哦 这两个人是有机会杀的 一杯一杯 我没指到 而且没大招很尴尬 你给我加速 直接贴脸 拉回来 可以追的这波队 反正会粘住 小号回来能救到吗 过去提皮肤来 差一下 哎呀被虎堆死了 这好气啊就差一口 可能就活下来了 这波是有点装了 直接到盾标的塔下了 主要没想到一个女毯绕过来了 那这波男枪一死 可以推一下下塔 嗯 少个人 啊正面 先守一个女毯明显 没到这个秒表 还是脱了很久 而且走位扭到这个洪拳 躲了两个技能的 看UBO杀了一个 队友走了 他冲过去了 是 这一个罢条队友来了呀 这还没大招呢 刚刚有大招可能就别拉了 那已经很赚了 是的 这个英雄就这样 前击在中路挂着 我敢打击今天特略 反正就是我防住你前击这几下 对吧 对 而且你选择这个阵容就这样的 所以这后期就不行了 不行啊 然后前面他控制第一条轮 他不慌 对 西野的营业也有了 那的话W的3C输出能力 现在都很强了 现在打团可能会有点一边的啊 对 好飞六四补了一个秒表呀 哎 两个 秒表 无尽 然后上路的精神对吧 这一波团队都不知道怎么说 不知道怎么说 对吧 达W的阵容 这个红刀一切 不知道怎么说 这一波太强势了 而且有一个营业 但是尴尬是球球了 球球现在抱不抱进去呢 对 他现在不太敢抱了 他前面两波已经试了一下 感觉死太快了 来了 又想开球 大招已经开了球球闪现了 但是没有拉 西野有闪现的呀 这波 大招已经太能捡了吧 那边的话可大呀 被打了很多的血量 球球会倒了 BiuBiu一个人打 三个杀两个 没有原地精神 BiuBiu一打三杀两个 还能再杀 这里的话 哎 这个刀过来 还可以带人西野也是吧 A.D.Bagy这边带走 那边BiuBiu是被处理掉了 两边是打了一个二换三 这边BiuBiu打了正面没打过 嗯哦 三换三 对 结果BiuBiu尽力了呀 啊 你要吃这个龙 BiuBiu应该要推你中奥巴尔塔 看有没有机会上高地吧 刚刚说完LB就知道怎么死 这波 呃 多多没看到 这一波感觉Biu把这个战场分割成太多块了 没得保他 对 还不是暴起团一起打呢 怎么进化都没交应该吃狐狸E了 大家我看看这波的成功 我刚刚在看下边BiuBiu那里 你要不要他也交了 你别说这个赵姓现在不太好处理 他这一个死伍一个可血 第一波弄不死他 他就回起来了 主要女产这个大招给的也蛮自欲的 其实第一波女产大空的时候 又不敢挤他脸 嗯 导致 其实冲过来开了罢条 来看一下左边上场 可大家是直接倒了吧 应该 这个赵姓也太能打了吧 这波狂风贴脸吃的倒钩 精神 这个倒钩拉满了 拉满了 而且死一个的话 这个赵姓就死不掉了 他扛了好久 这个赵姓 炎吴丹胡虾眼睛 花椒大招拉了一下 拉到了上眼 你看大招钉到了南枪 这边TP过来 有机会吗 开个立场 急开点BiuBiu BiuBiu被惊了一下 一个魅惑 球就倒了 BiuBiu也被带了 BiuBiu这波可能 今时在转飞机 奥巴刘斯一个大招 能带走人们 差一磁血 哇 暴凌一下 出的将一磁血没死 哇 但往后拉 感觉 哎 一个一伞 迟到了 但是大招 可以躲一下 又是一个倒钩拉死了 这边的可达呀 小浩感觉能进场了呀 又开始痛 小浩 可觉回了一口 往后拉 小浩 差一 奥飞机死了 被 新给带走了 这边的奥 奥飞刘斯拿了一个双场 又是倒钩 我白天就够 啥玩的真可以了 可以 他这每一个倒钩拉的伤害 都很理想 又啼啼回来了 烟雾弹 鼓里才奥飞刘斯的眼 直接翼上来 接脸 在那边 这边定了一下 发掉大招有了 朱德章 扛不住双C的输出啊 我怎么一波团 是发掉两个大呀 CD流 CD 太快了 他应该没想到又有一个大 这波其实是想立功的 哇 这个团战打得有点久 有点久 嗯 确实有点久 这波很开 还要吃个黄 呃但是这波主要是打对的双C 这次输出环境很好 对 啊 威胁不到奥皮 就是他就一直 嗯 上波是冲动了 就直接狂风闪现 精神全用掉了 现在狐狸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呀 现在狐狸跟这个发条 比起来 你看这些发条线一击波团两个大 而且这个一直 他好递到女坦的大上了 晕了一段 是 啊 美美波团其实第一个卖的就是球球 比喻比喻跟球球 比喻比喻球球 多不流色大招差点把这个猪大人给带走 是的 四波 五三二 确实给了一点假象啊 就侧面这个小号准备开筒的时候进去 感觉他可以 进去吸一口就没了 确实 死得有点快 死得有点快 就他应该是被那个刘雪给留死了 留死了 对 还有个这个死骨 清了一下 但是没有人能过墙 现在AL龙其实是听牌的 但目前这个大龙buff这一波 有点处理不了兵线 哇嘿 主要是要两路推啊 双C已经四件套了呀 W这里 对哦 现在开始两路推 但这个兵线又没有凑在一起进 这个兵线关系 有点粗糙 有点粗糙 对 但是好像影响也不大了 因为现在W跟双C感觉真的 AL很难很难限制了 只要他不要着急闪现进去杀人的话 对 站在一起是很难 手太短了 对哦现在这波线应该是可以一起进去的 W只要保护双C席就可以了 反正没必要开了 就等恶飞流丝跟发桥打长还有OK了 因为你开的同时很容易被Betty这边的辖聚操作 对吧 他这个倒钩拉到你关键的C位还真有可能秒掉 这头疼是没有人可以留学到这个塔 没人敢上去 嗯 都有点怕 那就等这个炮车慢慢耗 好啊 但是Betty这边有QE Betty 守起来 这次挺好守的 Betty收集这也有了 性价比4件套 蛮好 这波线进去是大了一下Betty 是想趁着眩晕的空间退一下 但不敢 那回去再拿一条小垫 还是不太好上 再等一下这个龙吧 哎 卷到了 华尼 哇 单秒了西野 满血 满血狐狸啊 真满血 4件套的八条 直接单秒了狐狸 太吓人了 而且带着有时辰的戒指 哇 直接通过这波单杀 很有可能要一波 嗯 有机会的呀 对 这个大龙爸爸还有20秒 可以继续顶一下线 现在格温可能要TP保鲜了 已经在回家 而且 这个刀很好呀 Betty特给大招 先消耗Betty的血量 被打差点打死Betty 一丝血的Betty 没办法输出 前面球就想过来拉 但是输出点不在 双C 看Betty那边又被闪现 两枪被点回了泉水 但是TD有点扛不住W 其他几个人的推进 最后W是推平了AL的TD 拿下了BO3的首局 恭喜W 怎么说呢 就感觉W稳扎稳打吧 首先选了一个比较偏后期的阵容 是 前中期扛住了 而且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